Hello 大家 我們今天來到排舞B室 這裡其實就是平時很多藝術 你們見他們會在排舞的地方 正正是因為它是一個排舞室 所以到處都是鏡子 大家可以看看 而鏡子其實是一個很容易 招惹靈體的媒介 所以今天我就來這個地方 探望究竟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比較容易 感覺到有靈體的體質 包括在中學的時候 又或者我去泰國比賽 都試過親眼看到靈體的東西 所以我相信 如果這間房間裡有靈體 我一定感覺不到 而其實之前在這間班房上課的時候 日光日白 但是有一次 當我們要自由活動的時候 那個老師叫我們走來走去 我感覺到那邊 是有點 是有點不對勁 所以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一看 要再走回去那個位置 其實我自己也很害怕 還要是整間幫到我自己一個 還要四周圍都會害怕 我真的超級害怕 那次我走過去的時候 頭就是很赤 然後呢 就很 很強烈的感覺 我感覺到 對 就是這個位置 在外面的外面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看 就是在外面的外面 旁邊的這個位置 當時呢 大家就是 進來這裡 這裡 所以我就很好奇 走過去這個位置 正常這個位置 我就感覺到 頭很痛 對 對 現在也有一點點感覺 所以我就 打擾了 打擾了 有點強烈 先離開這個區域 然後那次之後 每次我走近這個區域 我頭都會很痛 而大家看到這間房裡面 是很多張椅子 所以呢 我就試試坐下去了 OK 平時我們就是坐在這裡 這樣上課 然後看著那些鏡子在化妝 我現在坐在這張燈上 OK 打擾了 希望沒有坐到靈體 傳聞說這裡 是有40至50個靈體在這裡存在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帶大家來看看 看到嗎 很多椅子 好嗎 OK 稍後時間呢 我們都會 嘗試用一些道具 去跟靈體嘗試溝通 和嘗試有些活動 好嗎 那大家就 莫切留意 現在走了 我們先出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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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嗎